我知道现在大家心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250万的美国莫德纳来到台湾之后 从这个开始我可以选AZ我也可以选莫德纳 指挥中心已经开绿灯了 要选哪一个好呢 等一下我们要请林氏璧医师 他提供给我们一个最佳的防护方程式 你来个听见吗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更迫切想要来解谜追真相的 解谜告诉我们 美国突然决定梭哈这250万计飞到台湾去 我们吓一跳我们很感谢惊喜之余 这250万计今天居然传出 是被台湾政府吓出来的 这件事真的是太巧合了 我们也说这个巧合的有点奇怪 因为你可以看到像日本他在送疫苗 他就一批批的送 那当然台湾可能将来或许有第二批 那美国基本上一开始就说 他会分批送2000万2000万 2000万送8次总共8000万计 但是很特别的事情是 美国不等了 我不等第二批什么第二批第三批 不管了 一次就show hand250万计 有人说这实验太巧合了 因为前一刻我们都只认为是75万计 为什么要250万计 因为有一个人走到总统府了 给 刘德英 张李泰武他跟郭董 但重点是郭董 这个威州他早就要投资了 刘德英不一样 现在美国想要在未来的战争里面 取得晶片的主导权 已经巴不得台积电就是继续到美国 投资越多 可是会不会有人拦呼 我们都要知道这一次 我们这次台积电要去德国买疫苗 这件事惊动的一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惊动的德国的经济部长 他也说他会尽力帮台积电取得这个疫苗 那不要忘记了 德国基金部长跟欧盟所有基金部长 他们在推动一件事要花1000万欧元 聘请台积电到欧洲来设查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那也就是说拜登未来想要在主控 所谓的晶片的供应商的时候 汽车晶片的需求的时候 来一个陈咬金叫德国 所以这时候当然250万欧元来显示 我们美国就是有这个魄力 你这个国产应该没有出入吗 我直接在拉丁美洲帮你找一个出入 这一惊吓吓到可大了 所以这一涨下去的时候 这一件事情说你们还是跟我美国往来 德国的部分你们再参考一下 但是重点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心机自身 这个晶片战争跟疫苗 基本上他们要绑在一起 好 我们看到了 上个星期五这个经典的聚会 非常突如其来 我们看到刘德英看到郭董进到了总统府 最后出来我们听到四个字 越快越好 我现在来告诉我们 当然越快越好 各500剂回来就1000万剂了 这个词对全民都是好事 今天居然传出了 原来找台积电对郭董开绿灯的背后 是干嘛 假放行真卡关 那一场会面当中 刚刚杰明跟大家讲的 又有刘德英 又有郭台铭 我抱个小小的料好了 我很少抱料 郭台铭那天中午接到电话 因为早上有一个郭八点 跟大家讲说 总统我要求见 你告诉我到底给我买还是不给我买 一句话讲完 不买我就走了 结果中午就接到电话了 来来来 下午4点我们总府见 郭台铭太高兴了 还有刘德英 这电话的东西 他根本不知道原来还有台积电 这个是到这后一个他才知道 导播再来放个画面 你看再看一下 郭台铭下车 他跟刘又彤两个人 有没有讲说 终于头一大尾 总统要帮忙的好高兴的样子 没有 脸色很沉重 你不是独家 你是连访 郭台铭跟刘德英 他这个是台积电的董事长 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现在政府说是6月10号 可是郭台铭跟这个刘又彤 他们被通知去 你看郭台铭下车这个样子 有没有 他也没有 你要说是民众也没有 因为我们看背后 可是你有看到很高兴或怎么样吗 他就走 他就去了 因为他到之前 他才知道原来台积电也要买 那我在干嘛 我从5月底说要买6月1号送信 等到6月18号 等这18天 我完全都是状况外 好 那这个会谈过程当中 总统以及与会的 包含了总统秘书长李大为 卫副部长陈时中 就问了郭台铭一个问题 你在这过去的十几天 在跟上海复兴 瑞士复兴接下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人叫徐珊珊 徐珊珊是谁 怎么会在这个会谈里面提出这个人 我们都不知道徐珊珊 对不对 今天自由时报把它写出来了 他说徐珊珊是谁 徐珊珊在这里 他是中国大陆的黑龙江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 算是学霸 他到美国 有到江山江山去做过耳湾的博士 所以他也就在这一次的BNT 跟美国会议料产 合作的情况之下 BNT的美国分部 而且身兼亚太跟中国的副总裁 就是徐珊珊 那有这个人的话 那你每次要买的时候 记不记得那叫程松部长讲说 我们五百万的德国中厂 已读不回 不读不回 因为我们的最后的合约 都已经要签了 上面的英文写台湾 中文写我国 对方一对 谁 你怎么看得懂 徐珊珊看得懂中文 所以他在卡关会让我们买吗 所以其实钟情文 周姐的这一篇 这是《自由时报》总编辑 他告诉大家 郭台铭买BNT会有问题 因为有一个中国细胞 徐珊珊在那边 你一定会被卡 你一定会穿小鞋 你一定会被整个矮化 所以你就提醒郭台铭 你要小心要绕开上海复兴 但是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为止 上海复兴包含国台湾都讲 我们有代理权 我们是不被绕开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徐珊珊这个名字 被露出来的时候 郭台铭买的 那个难度又增加了 但是报信文要跟你讲那一幕 徐珊珊不是横空出世 去年10月11月 林全要买的时候 对口就是徐珊珊 对口就是她了 陈世中部长要买的时候 也有徐珊珊 好 那问题就来了 林全当时已经谈到了 一笔3000万计的 她是限1000万多到3000万 但最后被缩为200万 那个过程其实都有徐珊珊 关键不是在我国跟台湾 关键是在1000万变200万 那个价格当然都不上 那第二个部分 陈世中部长 今年1月8号的那个 是因为在中文的合约书上面 写我国 在英文的合约书上写台湾 对方一对 认为这不对 有政治的意涵 他就又没有要卖给你了 那这次是第三次了 是由郭台铭跟刘登一一起出手 那现在总统昨天也接受专访 他没有把话讲死 他没有说我一定要绕开上海复兴 他也没有这样讲 他说有可能有办法都愿意尝试 那委翰我会这样问一个问题 其实总统已经说了 你们两个人都去买 越快越好 一千计赶快把它抢回来 我们都感谢你们 总统都一锤定音了 今天网友们执意就是 那为什么自由时报 还要把徐珊珊的这一个 所谓的内幕感兜出来 到现在还在搞认知作战吗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刚钱明哥的那一段 你把它接着看你就懂了 如果说刘登一 他最后真的可以 透过德国的经济部长 由德国的BNT总场 不经过上海复兴 卖500万的疫苗给台积电 而郭台铭却得经过上海复兴 再传去徐珊珊 超过这样的方式来买 很可能最后就是台积电买到500万 郭总没买到 郭台铭要透过上海复兴 那这时候陈生会讲 这个是总场 这个是透过徐珊珊 徐珊珊我没了 就会变成台积电买到 而红海没有买到 所以那个时候 郭总的第三张牌 他就会拿出来了 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解析 BNT还没来 但是250万的莫德纳先到手 今天林士币医师来到现场 医师来回答 今天大家最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终于可以选择了 那当然指挥中心也开放给我们 可以选择 到底打莫德纳好 还是打AZ好 今天林士要来告诉我们 一个对抗Delta病毒 最佳的防护方程式 因为Delta病毒 目前在世界各国 引起很大的注意 对 那大家就在验证 它到底现有的疫苗 还有没有用 那英国最近 有好几个研究发出来 当然不一定一样 可是多半的人的结论有一点是蛮像的 只打一剂对Delta可能防护力会有限 像比方说有一些研究AZ甚至还掉到三成而已 那他们的共通的结论是大概一定要打两剂 第二剂很重要 第二剂的话不管是AZ或辉瑞 其实保护力都还可以上升到还不错 讲到这个就是透到大家最想问的 大部分的人已经打的人都是打AZ 那第二剂如果依照指挥中心 你看指挥中心张上纯教授他说 你如果第一剂AZ第二剂要莫德纳 这样混打的话 现在是不建议 因为科学证据尚不充足 指挥中心还没有开绿灯 所以换句话说AZ加AZ比较好 还是AZ加莫德纳比较好 这个其实我完全不意外 就是这个疫苗专家委员会 会做这样的决议 因为他们就说目前的证据 欧洲大概已经至少四篇 四篇有显示说AZ混辉瑞的效果不错 今天早上台大也有开记者会 那个黄立民老师有解释 那个综合抗体 然后还有T细胞免疫其实都不错 可是问题那是AZ混辉瑞 那目前莫德纳没有资料 那莫德纳接下来我想在韩国 或是在加拿大有机会有资料 英国后续也会有 可是问题现在就真的没有 那我们不能说 因为反正都是NRNA疫苗 那辉瑞大概跟莫德纳差不多 我们就当它一定没问题 当然不行 科学上是要比较严谨 要小心谨慎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应该国际上看到证据 如同张商城老师说的 证据更充分之后 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混打会比较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从你的角度来看 就是AZ加莫德纳会大于等于AZ加AZ 保护力 理论上因为辉瑞跟莫德纳都是一样的NRNA疫苗 理论上他们应该做起来会差不多 可是这当然一定要科学实证来证明 这是未知的 我其实也不是在推广 我觉得这件事值得研究 就像张上纯老师其实是说 他其实也期待我们会不会有本土的资料 我觉得这很值得 就像医师公会今天也发一个声明说 应该要考虑这件事 要去研究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我们现在指挥中心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 说不要混打 我觉得科学上这是对的 比较保守 应该要有十足十的科学证据 临床试验做出来 可以这样做 我们才去这样做 这个是科学的态度 我觉得很好 可是我就很想弱弱的问一句 我们在面对国产疫苗的EUA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全世界所守始创的一个 扩大二期就可以EUA上市的这件事 免疫桥接的做法 别国都还在谈论 还没有共识出来 至少现在没有 我想问这个时候 为什么你又这么勇敢 因为我觉得两件事 其实这些疫苗专家 开会的疫苗专家 可能都是几乎同一批人 你做我们这些疫苗的政策 你在国产疫苗的时候这么勇敢 陈建仁前副总统不是说 因为我们是紧急 紧急状态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做法 在解决疫情 我同意 所以你觉得这个理论上OK 所以你很勇敢去做 尽管这是率全世界之先 你就这样做了 一个EUA没有真的在第三期 测试过保护力的疫苗 你就让大家打 好 这是一个你想这样做的事 那现在莫德纳 他明明有辉瑞疫苗的 领床试验可以参考 他很大几率 也许莫德纳混打是OK的 可是你又很小心 你觉得根本没有证据 你不敢这样做 另外一套双标了 对 就是这两个 你为什么这里这么勇敢 这里这么保守 我觉得我不能理解这个逻辑 回答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